各位朋友,各位亲爱的粉丝,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31号,星期四 也是本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本周本月都收官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这个明年的走势 明年一月份,或者是下周的情况如何判断 就2020年来讲 截止到今天收盘,已经完美收官 那么如何看明年的大的时间框架的一个走势 或者是预判,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 基本上说张老师给大家在讲行情的时候 都是看图说话,看图说话是什么 我有充分的依据 那么从今年的,可以说从今年的春节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以来 就从2月3号以来 2月7号,3号 就是过完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2月3号开始 那我这个时候呢,就是给大家一路到现在 那么基本上是快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每一次的讲解都是有非常详细的一些依据 尽管这个里边呢 短线或者是一些小的不断方面有一点瑕疵 但是大的方向没有根本性的战略性的误判 基本上呢,在大的方向,大的走势上 还是讲非常靠谱的 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 可以复盘一下 我往日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公开课上的一些讲解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三大股子收出漂亮的这一个日K线 就大盘而言呢 我如何判断未来一年的一个大概的走势 实际上呢,是有没有规律呢 是有规律的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年限 很少的人呢 他会从年限的角度去判断明年的一个行情 所以说呢,我是比较一个独特的人 我就是跟大家讲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 我们A股从1990年 这个K线诞生以来到目前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的时间 那么这30年当中啊 伴随着30根年K线 那么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有规律的 什么样一个规律呢 我们看一下啊 每当我们的年限收出光头阳线 那必然是其后一年要大涨一年啊 要大涨一年 首先看我们从1990年的这个年K线啊 1990年这个年K线看啊 光头阳线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1991年光头阳线啊 也就是一旦说年限收出光头阳线 必然下一年是阳线啊 大涨一年啊 看一下啊 1991年90年光头阳线 接下来1991年的光头大阳线 光头什么叫光头呢 就上方几乎没有上一线啊 K线的上方它是平的 几乎没有上一线 那看啊 这是一个例子啊 一个特例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例 就是2006年啊 2006年也是光头阳线啊 光头阳线 看一下啊 接下来2007年一根大的阳线啊 我们知道2006年2007年那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啊 一波超级大牛市啊 很多股票呢涨了几十倍的啊 也是比比皆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外 那就是2014年那一年的啊 到年末的时候也是收了一个光头阳线 接下来2015年又上涨了一年 当然啊盘中最高啊 2015年呢涨到5月份啊 那个最高点5178点 接到最高点为止 那么大家看一看啊 我们2020年的一个收官是什么情况呢 光头阳线看到没 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下影线非常长 下影线呢是大于K线的阳线实体的啊 比这个K线的阳线实体要大 那么显然呢 这个上涨的欲望会非常强 2020年是光头阳线 接下来毫无例外 2021年依然是阳线啊 上涨 所以说明年啊 这个行情呢 必然是啊 在这个意料之中啊 一个上涨的行情 那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 就是说 从2005年股改以来啊 就是股权分配 分制改革以来 基本上都是一波行情啊 就是先涨三年啊 我们看从2015年的998点 这个位置开始上涨以来 那么一年两年啊 第二年大光头阳线 第三年三年啊 这么基本上就是走三年 那同样有一波啊 另外一波行情 就是2013年的 七月份啊 六七月份 那个1849点这个位置啊 爆发的那波行情 也是涨了三年啊 最低点开始 第一年啊 起稳 这两个又非常有意思的啊 这么一个走势 K线也非常相似 后面又涨两年啊 那么还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2019年 就是去年的一月份啊 这个去年的 应该是去年的 1月4号 2019年啊 1月4号那天 出现最低点啊 从这开始呢 向上我认为 后面还有两根阳线啊 就是说这是一根阳线 那么2021年 还应该有一年啊 这个大阳线啊 阳线 所以呢 这也应该是三年啊 三年 这个地方也可以是三年啊 先涨三年 所以基本上呢 对于年限相关的啊 这个大的结构啊 或者是大的一个行情预判啊 先跟大家呢 分享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张图表 这是我们上证大盘的 月线走势分析 那从2005年 股权分配制度改革以来啊 从这儿 为什么从这儿算起呢 因为从这儿开始的时候呢 市场的一些规则改变了啊 就是股权分配之后 那么允许呢 一些一些股票呢 就是大消费呀 开始呀 允许解禁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结合一个指标 就是大家常用的叫MACD 趋势指标啊 那MACD呢 从零轴上来以后 这个 首先底部呢 是快线 经差慢线啊 看一下啊 在零轴附近 横了有几个月 然后开始风叉 然后呢 开始多头啊 多头排列 这么一上行 那么行情启动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个零轴附近 开始横盘 然后向上分叉啊 向上分叉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产生一大部分行情啊 这个月线级别的 当然中间呢 有一次啊 一共有几次呢 月线级别的这个 双线啊 快线慢线 向上经差 那么还有一波行情 那就是2008年的 10月份啊 10月份启动的 那波行情 也是上涨了 大半年的时间 那这个地方 还是啊 我们注意一下啊 月线啊 级别的 MACD的双线 出现经差 柱状线翻红啊 这个阶段 我们看到 又是一波行情 那么另外一波行情 就是2013年 发动的那波行情啊 最低 建最低点之后 2014年的5月份 开始了 叙事上工 那么这个阶段 大家看看 MACD的双线 出现什么 警察 同时在零轴附近 啊 非常的这个 规整的啊 走了这么一个 横盘之后 分岔向上 多头排列的情况 那么这是一波啊 这是一波行情 那么就是2014年 15年那波大行情 那么最接近啊 那个行情的位置 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下几个月啊 大家看看啊 从2015年6月份以来 MACD的月线级别双线 始终在零轴啊 围绕着零轴 开始整理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那真正形成 在零轴上方出现 风叉的这个迹象 那就是今年的啊 这个6月份以来的 这几个月啊 大家看到没有啊 这个位置 特征非常明显 其他的那些地方啊 包括这个2019年 这个1月份啊 发动了那波行情 但是月线级别的MACD的双线 始终没有卖到零轴上方 但是呢 我们2020年的6月份以来 MACD呢 已经卖到了零轴上方 其中呢 快线啊 在慢线的上方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预示着啊 新的啊 一波行情 牛市的一个确认啊 牛市的一个确认 那么这 无非就是配合的 这么几波行情啊 大家看看一目了然啊 结合MACD 那么接下来呢 有的朋友问了 就是我在前几周的 周五都要给大家做一个 关于周线结构 全景图的一个解说 一个分析 那我们看一下 我之前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2015年的 12月份以来 这个深蓝色的 这根压力线啊 这根压力线 始终是一个什么呢 中长期的制约A股大盘 向上的啊 这么一个技术的阻力位 那我们看一下 一个是2015年 12月份 2018年的 1月底的那个高点 然后是今年 2020年7月13号的最高点 那我们看到 这根中轴线啊 终于啊 它的周K线 看到这个圆圈 内部没有啊 这圆圈内 本周的周K线收盘 大盘终于突破了 这根深蓝色的 中长期的压力位 而且今天是放量的 本周也是放量的 今天的成交量 上证啊 已经达到了 4500亿以上啊 所以说这个量能 非常够意思啊 非常强劲 那么显然呢 这根还有一根 就是周K线级别的 红色的这根 上升的趋势线啊 支撑线 那么我们看到 从今年的6月份以来啊 5月份以来 那么一直是沿着 这根红色的趋势线上行啊 始终没有跌穿 没有跌漏 说明了 这根红色的趋势线 会是明年 或者乃至后年的 一个趋势的一个支撑线啊 最起码是周线级别的 一个趋势的一个支撑线 大家要看住这一点啊 那接下来我们说了啊 这一组绿色的啊 这一组等距的啊 平行线啊 或者是通道线 代表什么 我要给大家再次讲一讲啊 就说他每一个高低点 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关键的压力位 压力位啊 压力位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他的一个支撑位啊 下方 这就是支撑啊 跌到线上 都是支撑 这个位置支撑啊 这儿也是支撑啊 这儿也是支撑 大家看到没有啊 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啊 我们看到今年7月13号以来呢 就沿着这根绿色的啊 这个绿色不是蓝色啊 蓝色跟绿色要分清楚啊 蓝色是上面中长期的 这个深蓝色的一个净线 那么绿色就是这个线啊 这个线 我们用绿色的啊 来代替 就是这根线啊 那么今年7月13号以来啊 那么延续的几周啊 或者几个月 就在这根线的压制啊 受这根线的压制 终于我们说 在上个月啊 我们说在突破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已经上穿了 这根绿色的 通道线的啊 这个阻力啊 那么接下来我认为说 深蓝色的这根 长期的这根近线 突破它 没有问题啊 大家可以回顾 我在前几周的每次周五 跟大家的一个总结 我的后续啊 一旦突破就是加速下上 加速下上 显然呢 第一个目标是哪里 那就是下一个啊 上方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绿色的啊 这个通道线的位置 那么目测的话 目前看是3800点左右啊 那么突破之后 就到这个位置啊 到这个位置 这是关于周线的一个 走势的啊 分析 那我们说了啊 既然说是已经上来了 就短期而言啊 先到什么点位 先到什么点位 那这是一个大盘日线结构的 整体的一个日线结构分析 那这是一个在对数坐标下啊 注意啊 对数坐标 为什么要对数坐标呢 超过一年的这个K线的 这个走势 那就要用对数坐标啊 这样的画法是非常的正确的 那么我们看到啊 这个大盘从今年3月19号以来 那就沿着红色的上行通道运行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 红色上行通道的下眼 还是具备非常强的支撑位 另外我们看到 今天盘中啊 突破了2015年以来的这根 深蓝色的中轨的压力之后 那么下一个短期目标位 一目了然 那就是这个粉红色的上行通道的上眼 先到这个位置 粉红色的 那我们把这个图局部放大 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这就是它的一个局部的图表 那我们看到 红色的大上行通道的下眼 始终具备非常强的支撑 尽管中间呢 有几次收盘跌漏 但是立马跌漏 很快就收回来 说明啊 这个红色的上行通道下眼呢 它具备非常强的 一个支撑力度啊 非常强的支撑力度 那么就短期而言突破了 目标到哪里 到哪里呢 我告诉大家 目标就是啊 在这个粉红色的啊 这是粉红色啊 这是粉红色啊 粉红色啊 上行通道的上眼啊 在这个粉红色上行通道上眼啊 就这个位置啊 我大概给大家描述 延长一下啊 大概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说上行通道上眼 短线到这 为什么说短线到这呢 因为这么重要的啊 中长期的压力位啊 深蓝色的这个中轨的压力位 突破之后 它会有一个回踩的确认啊 会有一个回踩的确认 那么确认一下 到底会不会一定会踩到这个 深蓝色的这个 这个镜线位置附近 然后再起帐呢 我认为啊 这个啊 我认为是边边角角的问题了啊 就说踩到当然最好了 那是非常规范的啊 一个技术动作 踩不到也很正常 那要走得非常强 非常凌厉 象征性的 两天的啊 两到三天的一个调整 然后就起来了啊 有的朋友非要说 等到那个地方 回踩到这个位置啊 然后再去什么 驾舱了之类的啊 我认为啊 没有必要那么呆板 它可能会走得非常急 然后很快啊 一个低头 对吧 一个下沙 一个低头 很快就起来了 那就是蹦向我们说 3700800点啊 3800点的目标位去了 那么具体说 时间表啊 怎么看 那么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非常重要的两个时间点 一个时间点 是什么时间点呢 就是 我们说12月25号的那个低点 我之前跟大家讲 从高点下来 17个交易日 我说如果这个地方是次低点 那么后面的低点 很可能是22号 所以那个时候建议大家呢 到月底前呢 要逐次的啊 把这个仓位要加上来 没必要去纠结啊 这下方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我也跟大家讲啊 曾经也说过 3300点缺口可能是到这位置 实际上呢 这个点位已经非常接近了 但是我们发现 尸指上什么情况呢 返续 返续的意思是什么 22号很可能是一个 短线的高点啊 到达这个粉红色的上行通道上 然后我们说在这才是 低一下头啊 在境线附近 然后震荡上行啊 这就是这么一个 大概的一个预判啊 所以说22号 22个交易日之后啊 不是说22号啊 就从高点下来22个交易日 那远旦因为是小长假啊 过了大礼拜下周的 下周一下周二左右 是吧 短线高点 才到粉红色上眼 还要注意啊 有的朋友喜欢做短线啊 可以做一个适当的高抛 然后呢 这个地方会有低头回探 回踩进线 然后加入上涨 所以说中线的朋友啊 我认为目前呢 就是保持仓位啊 保持仓位 那仓位呢 呃要保持一个相对啊 比较什么呢 比较重的仓位 当然了 你的股票很重要 一定要把那些垃圾股 击岔股 业绩增长无望的一些个股啊 把它过滤掉啊 碰都别碰 要找呢 就是找基本面没有问题的 现在股价调的非常充分的个股 很多个股可以说呀 包括一些题材指数啊 现在是跌不可跌啊 我认为啊 里面可以减这些什么呢 业绩啊 基本面没有问题的个股 可以分地补局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跟大家啊 讲到这里啊 祝大家呢 元旦啊 快乐新的一年啊 牛年 大吉大利 我认为是跌不可跌